解剖師傅 解剖師傅 我是解剖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我們的好朋友 B姐 從四川幫我帶來的 麻辣 多底醬 還有四川的大紅袍 我們今天就拿這兩樣 來做台式的麻辣鴨群抽豆腐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蒜頭 四川大紅袍 乾辣椒 長胡椒 蝦蜜 乾香菇絲 先泡水 任何一款麻辣果底醬 不限廠牌 醬油膏 泡香菇的水 解剖排雞高湯 臭豆腐 鴨血 青蔥 香菜 蒜苗 裝飾用 好來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加點油 我們先把蒜頭炒香 稍微攪拌一下 讓它均勻的煎上色 像這樣子 金黃色 你們知道嗎 蒜頭在不同的狀態下 炒出來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整顆的 切片的 切碎的 把什麼的 炒出來的味道都不一樣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們開始蒸了 好我們現在開始上色囉 很漂亮的金黃色 你們這邊可能感覺都不出來 我們這邊要用蒜頭 已經有一個香味出來了 好在這邊的金黃色 我就加上我的花椒 乾辣椒 哇 那花椒香味真的是好 好香喔 四川大火蒸不是蓋 來接下來 辣椒跟花椒炒出味道之後 這是 蝦米 台式鴨血臭豆腐 最重要的 味道 這個是藏胡椒 加一些 乾香菇 撥下去 好香菇 好香菇 吃香菇 我們的主角 來自四川的麻辣 用不到全部 我大概貼三分之一就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那個油 好這邊有油 好那我就是油的部分呢 讓它 好先能勾結 好這個應該是黏黏 好香喔 來這一碗是很重要的 泡香菇的水 我們把香菇稍微沖一下水 把一些沙子沖掉之後 然後拿去泡泡的 接下來的水 讓它沉澱 然後我們只用上面的部分 這個水非常的好 這個香菇汁非常的好 千萬不要浪費 好我們下面有一些雜質 我們就不要再下去了 好接下來我們就開大火 讓它稍微煮一下 現在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要把它煮 好煮開 讓它味道釋放出來 然後現在的浩子 我把它拿著鍋子蓋 蓋起來 這樣會比較快 來我們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哇 太滾了 來這時候我們加一點 醬油膏 來加一點雞高湯 來加一點雞高湯 再把它蓋起來 讓它煮一下 來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看一下 好不好 好香喔 它一滾了 然後我們也煮了大概 15分鐘左右 左右 然後這個時候咧 你就可以把 臭豆腐 丟下去 讓它大滾 好 那臭豆腐在 大滾的時候 它中間會有一些 孔洞 它會吸這樣子 我最無法抗拒的就是 有孔洞的錯誤 好我們再把它蓋起來 好 再讓它大火 煮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是大火的狀態 我們打開來看一下 哇哦 稍微移動一下位置 讓它 然後 好 冰的 手好熱 漂亮 那現在我們要放鴨血 跟大家分享一個經驗 基本上鴨血不要大火 我們待會 好 鴨血 把它放進來 之後 好 讓它 滾一下 好 滾滾了之後 就可以 關火 蓋子 讓它們 讓它們擦 然後乳鴨血 就會 鮮嫩鍋子 可以彈的肯就好 我們現在加一點 梅花火鍋肉片 自己吃吃好了 好它現在大滾了 滾過了之後咧 我們把蓋子蓋起來 來 然後我要把火關掉 讓它燜一下 我們切點蒜苗 來 我們再切點蔥花 來我們切點辣椒 我們切點香菜 開碎 我現在來的開鍋囉 來我們打開看看 不好意思我自己先試試看喔 不好意思你們看得到 吃不到 這個麻辣醬真香啊 喔 這個麻辣醬真香啊 花椒也好香喔 不好意思 再試一下 浴霸不能 喔 來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鴨血 我可能需要稻子 我可能需要稻子 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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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非常鴨肉 非常鴨肉 好 完成了喔 待會兒我們把它裝彈一下 來我們加一點蔥花 加點香菜 加一點 好 我們的麻辣鴨血 臭豆腐 很沉喔 今天我們的材料 是我的好朋友 Vivian V姐 從四川幫我帶來的麻辣鍋底 和大紅袍 可是 你們不一定有這麼好的朋友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可以去大論叉 愛叉 全叉 去選購任何一款 麻辣醬 一樣可以做出 好吃的 麻辣鴨血 臭豆腐 大家試試看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請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 還有幫姊夫按讚和分享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還有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受過姊夫的更新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